其实立遗诸是很重要的 只可以确定在我们死后财产是根据我们的意愿去分配 立遗诸有什么要注意 第一,立遗诸是需要书面定立的 也需要两个见证人面前签署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 立了遗诸之后,如果你结婚 之前的遗诸就会失效 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结婚后要考虑再立一张新的遗诸 否则你的财产就会根据无遗诸条例而分配